我希望就是书粉们看完《Cishima》不让你们失望吧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是没有看过原小说 因为当时他们跟我讲在连载也没有连载完 所以再加上我们整个因为电视剧的特殊性 它有适当的也改编内容 所以就没有去看原著 怕影响到说对剧本的一些判断 所以我再尽我的权利做了 屏幕下的吴倩也有着出声牛犊不怕虎的劲儿 从开机到杀青四个月拍摄地横电的平均气温仅40度 每天沾着不透气的古装头套 穿着五六层的古装戏服 吴倩笑称里面的内衣都湿透了 与很多大到苦水的人不一样 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却显得云淡风轻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你选择这个行业 你所需要做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心理条件 对就像你作为司机 你还一天得坐十几个小时开车呢 那可能正常人也想象不到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三公层镇的女孩 到底是不是 差不多 她们都说我挺想老干母的 哈哈哈